我是王瑞雅 今天寶師傅在東方工商教大家花式乳味 花式乳味全部都寫在這個白板上 我特別拜託他 叫他一口氣把九種花式乳味都切了 哥哥 怎麼樣 要開始切花式乳味給大家看了嗎 對 其實已經有教大家怎麼樣綁 在上一段影片 現在寶師傅要教大家拆解 而且可以看得出來花式乳味它的斷面如何 我不講話 你開始講話 這不是拆解 這叫拆線 拆解是結構裡面有什麼東西 現在是拆線 這裡一個線頭 一拉 就解開了 很帥 解開了以後我們就 這個是什麼捲呢 這個是南京獨卷 南京獨卷 不是北京獨卷喔 是南京獨卷 是用牛腩 牛筋 是牛嗎 哥哥 牛嗎 還有牛肚 豬皮捲起來的 好 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了 這個其實現在很少人會做醬膜的滷味 因為太複雜了 做了兩邊才可以吃 木乃伊有沒有 木乃伊不是要拆它的沙布 你不要講木乃伊 大家吃不下了 這個其實就是用沙布還有麻繩 昨天我們在睡覺之前有討論是麻繩還是棉繩 因為棉繩西餐在用 西餐在用棉繩是因為它不要綁得太紮實 所以棉繩輕輕捆一下定型就好 我們是要把它那個綁到它會 有沒有看到 怎樣 這是牛肉捆蹄 捆蹄也是這樣做對不對 我也是講捆蹄 捆蹄也是這樣做 好了嗎 好 哥哥切斷面給大家看 斷面讓我看一下喔 你不要動你不要動 透明的是 透明的是什麼 這透明有豬皮 也有筋 這是牛腱 外面這一層捲到這裡是牛肚 南筋獨卷 而且它那個筋還亮亮的好可愛喔 對啊 好 那你要切吧 切一片喔 切兩片好了 切兩片給大家看 好 那我要來看一下斷面好可愛喔 這是南筋獨卷 那我的呢 這個 那不是 你要放在盤子裡啊 不是 當時要給我做一個 我要做斷面修 好 這是南筋獨卷 接下来要切哪一个 千层鹅 好 千层鹅在这边 这个千层鹅也是 就是在卤味猪耳朵趁热的时候 要把它引起来 用它自己天然的胶脂引起来 这个现在也很少看到的 一样了 两边的千层鹅 这样切厚 像削肉一样切厚 好 紧接着下来 这个猪脚豆 猪脚豆 这都过年的时候很适合用对不对 好漂亮 这个像不像花生糖 这个很花生糖 猪脚豆因为猪脚豆的油脂比较高 所以它的油都浮在最上面 所以你最上面这里 要修掉 修掉就好了 你不修掉也可以啦 因为这个油吃起来不腻啦 你怎么把它丢掉了 很多人脏的嘴 对耶 好 继续 接下来要什么卷 我看一看 所有的卷都在这边 好 这个 罗汉毒 这个是罗汉毒 罗汉毒 罗汉毒这里有个收口 牙签 牙签把它 像柴虹一样把它串起来 这个是一个猪小 猪肚啦 猪小肚对不对 要小心哦 切的时候牙签要拿掉 还有就是这个其实有稍微 长的这里切 不要从短的这里切 长的这里切开 可哥你在做这个花池滷味的时候 都会先压 把它稍微压一下 对不对 滷好的再压 因为有压的形状 你不压它圆圆的 会不扎实 看看那面 里面塞的是什么 有梅花半斤半肉加乳过的猪 拌在一起 乳过的猪 就会让那个梅花猪 变成好像一个火腿肉一样 这是一个旁光火腿肉 如果拿来送人 一球一球好有趣 对不对 嗯 好 哥哥你切 好 好 所以这没有顺纹跟逆质的问题 这个没有 要切漂亮就是这个 好 罗汉 罗汉 我这个过年来一盘好过瘾哦 好 哥哥你还要切哪一个 等一下 接下来 哎 蛋黄 蛋黄 什么蛋黄 蛋黄鸭 是啦 蛋黄鸭 我才不会嫉妒 蛋黄鸭 哈哈哈 蛋黄鸭 哦 其实都很结实 对不对 哇 好漂亮哦 我昨天晚上有问保师傅 蛋黄鸭到底好不好吃 因为其实有一些餐厅 不好吃 哈哈哈 而且这是生的乳 对不对 蛋黄鸭 蛋黄鸭是生的乳 我看看 我看看 生的先腌 腌好的再绑 绑好的再乳 好 哥哥你切蛋黄鸭 给大家看一下 花式乳味有多精彩 因为很多人呢 其实现在做菜都重简 可是快要过年了 这个蛋黄鸭是会省掉 这要注意 而且很漂亮 很惊喜 蛋黄鸭 我们现在切了一二三四五种 这段录影要稍微结束了 因为太长了 等一下上传不了 总共有九种要跟大家分享 三心嘴里 要看花式乳味 这是花式乳味第二段 好